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剑英和肃玉以及其他的人为何反对攻打越南呢 这与当时错综复杂的局势有关 当时越南与苏联建立了友好关系 抱上了苏联整个大腿 很多人担心 如果中国进攻越南 很可能导致苏联的介入 促使战争升级 这是中国所不愿意看到的最坏变局 同时 中国刚刚走出十年特殊时期 在这百费巨星之际 将有限的资源用于一场对外战争 是否明智 还有 许多人怀疑中国军队是否已经做好战争准备 这些原因里面 担心苏联介入最有说服力 毕竟1978年的苏联 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敢于美国抗衡的国家 军事实力远远超过中国 邓小平本人也对这一点极为看重 正如他在战后的总结会尚所言 中越战争不是南边仗打的好不好的问题 而是北边苏联反应有多大 北边反应不大 那影响就不大 不过 邓小平的判断是 苏联不大可能进入中国与越南之间的战争 为什么呢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 苏联在与美国进行的疯狂军备竞赛中日以力不从心 国内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苏联自顾不暇 难以顾及越南这个新入伙的小兄弟 而且 苏联正在与美国进行战略武器限制条约的谈判 进入最关键的阶段 显然不会因为别人家的事情出手 导致谈判破裂 不过 凭苏联老大哥的做事风格 大家谁也摸不准 不敢掉以轻心 当年 日本在即将投降之际 抓住苏联这根道草绳 以苏日中立条约尚未失效为由 向苏联寻求帮助 最不及 也希望苏联保持中立 结果 苏联一点面子都不给 冷冰冰地回答了两个次开战 于是 一百五十万大军席卷中国东北 将盘踞在东北的八十万关东军打得落花流水 为此 邓小平征询了一个人的意见 谁 陈云 陈云是中共元老基人物 他29岁就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那时候 毛泽东还只是一名不选的政治局委员 邓小平也只是中共中央的秘书长 在十年特殊时期 陈云和邓小平均被下放江西参加劳动 堪称难兄难弟 1972年 陈云回到北京 立主让邓小平回到中央 为邓小平第三次付出出力不少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激励检察委员会 第一书记的陈云经过认真分析 说 苏联在中苏边境的兵源严重不足 进攻中国需从欧洲调兵 而这得一个月才能完成 如果作战时间很短 苏联插手的机会极少 这个意见 与邓小平一拍即合 邓小平下定了攻打越南的决心 而且决定 这是一场短时间的战争 甚至会低于1962年毛泽东发起的对印自卫反击战 所使用的时间33天 邓小平要以速战速决的方式 歼灭越南军队的主力部队 于是 1979年2月17日 中国从东西两线全面对越南展开反击 至3月16日 中国军队胜利撤回 战争刚好进行了一个月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disreg准硏